大家好 上集分享了是选国产品牌还是国外品牌的产品 像这种问题还有不少 这集我们再来一个供各位参考 每位买家都有自己的选择 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我做视频的内容就是多给买家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买人体工学的国产品牌 还是买国外品牌的普通办公仪呢 一家的耶勒乌福亚列特和保友的金卓碧 目前来看都适合我 这两个产品的价格都是1500左右 前者是个办公仪 后者是个人体工学仪 耶勒乌福亚列特 它的高配版价格是1799 虽然它是个办公仪 但它还有一些调整选项 但调整范围很小 整体来看它没什么亮点 可能真皮这项算是一个不错的亮点 这个价位国产品牌的电脑椅 那可真是花样百出 样子够酷够炫 科技感十足 可调节的选项非常多 单说这个扶手就有很多种调节方式 头枕也可以多项调节 更不用说腰靠和椅子了 调节后的椅子更适合自己的身材 算是量身定做 这才是人体工学 国产品牌的产品在这个价位有很多 先不把其他品牌考虑进来 单拿保有家的产品举例 价格从低到高排列 分别是金镯币 U和金豪币 价格从1400到2100 其中金镯有两款 一个是金镯币和金镯E 价格分别是1400和2400 这个币相当于是基本款 那个E相当于是精英款 金豪也有四款 价格从2100到6000多 从价格上看 金镯的E比金豪的币还要贵 其实金镯和U还有金豪这三款产品 它们的外观和设计都不一样 功能也不一样 基本款的价格也不同 但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进来 那就是材料 比如滚轮 底座 扶手等等 用料越足 价格又贵 所以金镯E会比金豪B还要贵 用料十足 价格高的产品 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 外行也能看得出来 一家的耶勒乌福亚列特 它的高配是1799元 都到了这个价格了 不如多加几百 直接上2100的金豪B 但就算是2100的产品 我看了淘宝评论的追评 也有不少小问题 不过金豪的样子 我还是很喜欢的 前几集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国外的意思 叫Smart Chair 是不是很像这个金豪B 说到这儿 我对国内品牌产品的质量 还是有些担心的 比如买了以后 过了一年 那个扶手会不会摇晃 过了两年 哪个零件会不会坏掉 过了三年 哪个功能是不是不能用了 虽然有质保 能走售后 但是售后也是有时间和精力成本的 我之前用的宜家的伦贝特 这把椅子虽然便宜 但我用了六年了 现在做的感觉和当时买的时候也差不多 我感觉功能越少 越简单 将来坏的可能性就越低 有人说五年质保 十二年维修你怕什么 可能每个人的选购产品的策略不一样 对我来说 售后好的产品不如用不坏的产品 这里的用不坏是个比喻 任何产品都会坏 但不同品牌的不同产品 维修率有高有低 谁加的高 谁加的低 哪个产品高 哪个产品低 这个要靠自己去感觉 以前我在选笔记本电脑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策略 开始考虑过很多品牌 国内外的一线二线的品牌都看了 最后加钱选择了Thinkpad的X200 用了几年一直很稳固 最后出二手还卖了150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想选金卓币和金豪币 虽然我还没有体验过这两款产品 但如果腾讯小米 这种科技类的公司都买这个产品 那说明产品的质量应该是有底线的 我喜欢买用户多基础大的产品 因为用户多才经得起考验 否则光是售后成本就会让企业吃不消 这集内容时间差不多了 到底是买宜家的办公椅 还是买国内品牌的人体工学椅呢 每个买家心中的答案都不同 身高不同 预算不同 需求不同 偏好也不同 选择自然不同 下集会和大家介绍宜家的两款产品 马库斯和耶勒乌福亚列特的对比 来自国外油管的对比 我们下集见